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草木未雕 到处还开着花 宋鹏恨不得这条路能变得万里长 走上一整夜才好 一路上 宋鹏挖空心思逗着白镜咯咯咯地笑 他感觉自己的泡妞大业马上就要成功了 白镜突然以了一声 在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 宋鹏赶紧问怎么了 白镜疑惑地看看铁门 说你看这门是不是开着的 宋鹏一看 两扇高大的栅栏式的铁门 只是虚拢在一起 中间有个一人多宽的缝隙 他说是啊 开着呢 怎么了 白镜说这里面是个植物园 有正门和三个偏门 这个是西门 正门是要收门票的 五块钱一张 其实都是偏游客 本地的老头老太太逛植物园 都是从偏门进 不用票的 只是这个西门从来都不开的 不然他上班只需穿过西门到东门 能进一多半的路程呢 可这个西门不知道为啥 总是牢牢锁着让他傲门叹息 今天怎么开着呢 宋鹏知道白镜就住在这个西门对面 过了门前的钉子路口不远 就是白镜租的房子 他正挖空心思琢磨着 怎么才能和白镜多待一会儿 此刻天降良静 他怎么不抓住 宋鹏伸头往植物园里看了看 使劲而抽了抽鼻子 说你闻到了吗 好香的桂花园啊 咱们进去转转吧 宋鹏和白镜都是上班族 平日里没时间逛公园啥的 这植物园一到晚上九点就锁门 因此白镜虽然住得近 竟是从来没进去过 听得宋鹏的话 白镜也吸了吸鼻子 果然一股油香 随着夜风吹过来 是金贵的味道 白镜有些心动 想月夜赏贵也不错 加上宋鹏使劲穿多 暗自希望到了无人处表白 花香美景衬托着 兴许白镜就能扑到他怀里呢 白镜见宋鹏一直劝他 他点了点头 说那咱们就去看看 走到桂花树那里就回来 两人一前一后 穿过了铁门 顺着一条小镜 竟然当真进了植物园里面 虽然植物园和外边 只有一墙之隔 可草木众多 空气格外清新 蛙声柴鸣连绵不断 宋鹏鼓起勇气拉起白镜的手 也许是天黑的原因 白镜竟然没有甩开他 默许了 宋鹏心花怒放 这可是一大进步啊 这边宋鹏还在挖空心思 怎么能再进一步 白镜突然停下来不走了 歪着头 疑忽地问宋鹏 你又没有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宋鹏正在信头上 觉得天时地利一切都好 没啥不对劲 白镜摇摇头 说你听 刚才还有许多挖轿 现在突然安静了 不但没有挖轿 连风声都没有了 静得吓人啊 宋鹏侧耳听听 还真是如同白镜所说 周围安静的一丝声音都没有 只有两个人的心跳声 扑通扑通响 刚才还能闻到的桂花味儿 也消失不见了 两个人好像是突然站在了一处独立于世间的某处 宋鹏经的背上一阵阵出冷汗 好像有种无形的压力 让他喘不过气来 白镜石劲儿攥着宋鹏的手 说咱出去吧 我觉得心慌的厉害 宋鹏也打了退堂鼓 借气说既然你害怕 那咱就出去吧 两人转身往回走 可是刚才进来时的那个铁门 明明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两人却渐渐看不清路了 两旁的树木中涌出许多百色烟雾 聚而不散 凝成一条白脸往西门延伸 宋鹏隐约记得西门的方向 要想出去 就得顺着这白雾往前走 可这雾气浮浮沉沉 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挨到皮肤上 他浑身毛发都说了起来 牙齿也格格地打颤 白镜也害怕 紧紧搂着宋鹏的胳膊 宋鹏来不及体会 手臂上传来的柔软 墙拖着脚步往外走 来时只有几十米的路 此时长得没有尽头 宋鹏边走边看四周 走了半天 仍然还是在植物园里 不单如此 宋鹏借着朦胧的月光 看见前后边的白雾里 似乎出现了许多人影 飘飘乎乎 似乎也在前行 宋鹏眯眯着眼睛 正想看个仔细 会不会是自己眼花了 耳边传来白镜带着哭声的话语 宋鹏啊 你瞧见没瞧见 怎么多了这么多的人影啊 这下可把宋鹏吓得不轻 看来不是自己眼花了 连白镜都看见了 那就是真的有人在与他们同行 可耳边却只有他和白镜 两个人的脚步声 那些人虽多 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哎呦妈呀 这不是见了鬼了吧 宋鹏拔腿就想跑 可两只脚似乎有千斤重 半天只挪动了一小步 那白雾越来越浓重 宋鹏已经看不清白镜的脸 只模模糊糊地看着他在自己旁边 跟别的那些人影差不多 宋鹏心里突然害怕起来 只觉得手臂被牢牢抓住 谁知道此时的白镜是人是鬼 宋鹏使劲一甩胳膊 将原本紧拉着他的白镜甩到了一旁 白镜哀哀一声跌坐在地上 呜呜地哭起来 宋鹏手臂上一轻松 刚才的恐慌也退了些 他有点后悔自己下意识的动作 咋就把白镜给推开了呢 他伸手往哭声的地方摸了一下 想再把白镜拉回来 忽然手腕子上传来一股大礼 像是被铁钳子夹住 猛地一扯 宋鹏几乎是飞了起来 扑通一下摔到了路旁的草地上 宋鹏摔得眼前发昏 爬起来刚响大叫 嘴巴突然被死死捂住了 他瞪着眼睛去看 却是一个灰衣服老头蹲在路边 一手捂着宋鹏的嘴巴 一手捂着白镜的嘴 轻轻地嘘了一声 使他俩都别叫喊 宋鹏和白镜吓得胆子都破了 连连点头 那老头将手放下 一边一个拖着宋鹏和白镜 退进了路旁的树林里 离开了那条路 宋鹏才清晰地看见 刚才他俩所在的地方 整条小路上都被白雾弥漫了 里面晃动着无数的人影 像是一股白色洪流流向西门的方向 那老头见白雾流动已久 松了口气 压低声音问 你们两个毛毛愣愣的小年轻 咋半夜跑到这里来呢 不要命啊 宋鹏惊魂未定 磕磕巴巴地问 这是咋回事呀 那老头说 都说阴间有座鬼门关 是鬼魂的必经之路 这西门就是阳间的一座鬼门关 那白屋里的人影 都是这城市里困住的鬼魂 这是要过鬼门关 想要去投胎呢 幸好宋鹏和白镜俩人 没有大喊大叫 惊扰了亡魂 要是被亡魂发现 这里还有两个活人 怕是要暴怒起来了 因为这西门的鬼门关是做假关 骗鬼用的 你想要是被鬼发现自己被骗了 岂会不恼怒 宋鹏瞪大了眼睛 说假的 老头点点头 说对 假的 这个植物园以前地下是个防空攻势区 打仗时死了不少的人 而且这里地势两边高 中间地 一条小路直通西门这里 死了的亡魂都要打从西门经过 可是西门前那个钉字路口 也是个煞地 像是一把弓箭指指西门 两煞相冲 可谓大凶 那路口这些年出的车祸 死的人不计其数 附近的老人都知道 这路是人 都围缠了 因此绕着走 门里门外两处兄弟相抵 鬼魂被困着出不去 越发阴气冲天 引来了更多的亡魂徘徊 因此以前公园里 发生过许多次离奇死亡的事情 后来公园的领导找了道士来看 道士说他本是地位 超度不了这么多亡魂 除非啥时候政府放弃这个植物园 将地是产平 或是废弃门口那条冰字路 这阵势自然也就破解了 可这封建迷信的话 谁敢往上捅啊 因此道士只给出了个主意 就是将这西门长年锁住 不通生人 每隔三个月的阴日阴时 将西门敞开三个时辰 给鬼魂做成一个鬼门关的假象 门里的出去 门外的进来 黄泉路远 走上三五十年也是平常 鬼魂无知无觉 只顺着一个方向前行 骗得一时事一时 散得安稳 只是今日 差点被宋鹏和白镜坏了大事 宋鹏听了老头的一番解释 微微松了口气 说那大爷 我俩啥时候才能出去 不会有啥危险吧 那老头看了一眼宋鹏 又看了一眼白镜 黑黑一笑 说你们既然闯进这鬼门关 就是没了半条命 今晚你俩必须留下一个 作为宋魂人 随着这鬼魂河流 去到那阴市 再也回不来 另外一个才能平安离去呢 不然都得死在这里 你俩商量吧 留下谁 宋鹏本来以为被老头救出百物 便没啥危险了 此刻一听还是要死人 不由手脚冰凉 抬手就指着白镜说 大爷 你看他是女的 本身就淫气重 是不 留他吧 他比我合适 白镜本来在雾中 被宋鹏推开摔倒 就一肚子怒气 此刻听着宋鹏说 要让他死 两只眼睛 气得都快要冒出火来 也顾不得害怕 猛扑过去 对着宋鹏 就是一顿抓挠 大嚷着 你个胆小鬼 要死就一起死 就是做了鬼 我也跟你没完 那老头一见白镜 发了疯 也吓了一跳 赶紧拉开二人 捂住了白镜的嘴 说 哎哟 小姑娘 火气咋这么大呢 老头 我就是开个玩笑 谁也不用死 你们就消停 在这待上几个小时 等天亮 我把门锁上 这鬼魂自然 就消散不见了 你们该干啥 就干啥去 以后别再来了就行 宋鹏捂着脸 心里要骂你个死老头子 啥玩笑不好开 非要说得死一个 这下可把白镜得罪得狠了 主书的鸭子算是非了 宋鹏凑到白镜面前 还想解释 白镜一脚就将他踹了个跟头 说滚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好容易挨到天色方亮 老头一见那白雾都消散了 领着宋鹏和白镜来到西门口 将两人推出了门外 说走吧走吧 别再来了 西门啰嗦 老头哼着小雪儿走了 似乎对他的恶作剧还挺满意 这以后可想而知 白镜臭骂了宋鹏一顿 再也不理睬他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